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個因為時間有限 我想我們 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在旁邊就跳過去好了 踏到最後面好了 踏到最後面 再到這邊 到這邊 到這邊 再上來 上前面一點 對 那個 陶炳翔老師是我們 太子泉養生協會的民喻理事長 那麼他其實一輩子幾乎 青春時間都花在太子泉 所以他一輩子沒有長假 他最後的十年之間 他都在歐美各國 到處去教一些人準備手 那很多歐美的人士就坐飛機 真的來飛來飛去 他的身高其實不到一百六 身體體重大概五十公斤而已 那麼他是對重視收容跟走話 一般的話 我們知道有時候 攻防的時候有時候會打頭 又打尾 大部分人都只能打中間 那可是他是非常的強調要走話 而且是強調打尾 那他的整個體系裡面 我在文章裡面就沒有介紹到很多 他寫了很多的文章 有很多的書籍 英文的 中文的 大家可以參與 網路上有很多 他跟歐美的很高大年輕推出冠軍 然後當然就會選擇我 對手提起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參考 那他最重要的 告訴我們的大家就是 鬆承整 我們都知道 可是比較難的是 十一柱清楚做過都能夠鬆 這就滿難的 隨時都能夠整 每個身上每個地方都可以整下來 然後每個動作都可以整 我想接下來就請我們 這太極學區會的代理農民事長們 代理到下一年 再過來 沒有當成那一年 現在那一年 太極學生招勤務局 主要進來進行延遲 謝謝大家 不是沈大陸教授 或是東武大主林會計系的教授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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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都重視力量 不過 愛學更重視天靜 感覺要特別的靈靈 一語不能加 一種不能落 推手不見得在打架上是一定完全用得到的 可是它是可以試驗我們的拳架是不是標準 在應用上的反應是不是能夠靈敏 在應用上的反應 是不太舒服的 可是他在發情的時候一點都沒有受到影響 所以剛才開玩笑說有時候受傷的毛會比較鬆 比較鬆 真的 因為不能用力 所以你們剛才看到他是組的拐杖在走路 不能用力就只好泡鬆肉 好強喔 哇 絕對沒真做的 呀 好強喔 好強喔 謝謝謝謝高老師 謝謝你們 以前腳步舒服完小凱 做這麼精采的表演感謝 謝謝你喔